梗涂一张接一张有的轻松讲政策 有的攻击目标很明显 交通部农委会都被质疑洋网军打政敌 因此现在立法院修法要防范1450 意思就是说政府部门宣传费用科目要写 也清楚如果使用宣传费产出的业务 包含图文业配等等就要上出资来源 比如说这几张图就是之前被质疑行政院 错来攻击国民党的梗图 如果是属于宣传科目就要上这几个字 由行政院出资或是由农委会出资 对字体可大可小这么小你看得清楚吗 即便你把出资的单位附上去 其实他也可能把字体弄得非常的小 或者是很角落的地方 你根本恐怕都查不到 如果字太小的确看不到 不过也不是所有梗图都适用 像是这一张当时行政院的半年图文 不属于宣传科目或是单纯政策宣传 没有使用到宣传预算就不用上来源 来看看现在政策宣导文宣费被国民党 执疑仰网军的前三名 第一名是农委会的2989万 还被发现他们连农委会的特别收入基金1043万 都被用来当宣传费 第二名则是交通部的2168万 第三名则是行政院的545万 梗图规范强调要上来源 国民党目的就是要挡掉一些 无名攻击 TVBS新闻 从中才为台北报道